大家好,我是张明 今天我要讲一个中国农民战争的问题 我们以前都是农民起义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曾经历史界它是不走进化之一 就是重点研究的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没有把农民战争这个起源发展讲清楚 所以好多的误区 所以呢,需要我呢 今天大家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讲一讲 这个我们过去讲的农民战争啊 就是农民起义 我们是一世界也好 这个一般的这个行业也好 都是吴天天歌颂的 但是歌颂太多了之后呢 这个问题人就不清楚了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 它实际上中国那么常见农民战争都没有人清楚 首先我们都一般认为 为什么会农民起义 就是第五阶 第五阶的剥削太惨了 第五阶的土地兼并 他们自己 他们把兼并的农民的下无片 下无利局之地 啊 就第五阶的剥削 土地兼并 导致了农民造反 我今天告诉你们 这是大错特错的 兼并有没有 有 有个朝代还非常厉害 比如说威吉南米朝 这个兼并是很厉害的 它是恰恰它是农民战争的第一封 农民有喜 为什么呢 这个兼并以后啊 就把这个个体农民 毒的农民变成那个衣服农民 就农民有人罩子了 我们中国人就这个就这个毛病 农民一旦有人罩子了 他就不会造反了 所以 威吉南米朝 土地兼并最厉害的时候 这个时代 恰恰是农民战争的第一朝 啊 因为有人罩子了嘛 就像封建制一样 我们中国实行封建制的时代 就是西州的时候 封建制的时代 有农民起因吗 没有 每一个领主 都罩子他自己的 麾下的农民 这农民就不想造反了 为什么呢 对领主来讲 你农民也好 土地也好 都是我的资源 他就不会特别的磕喝他们 为什么呢 你磕喝以后 把你整死了之后 我的资源就损失了 所以在封建制的情况下 或者在土地兼并 就农民都被用电农了以后 有人罩子的情况下 农民起义就 不大可能发生 有人罩子了 有人替你 有人替你 有人保护你了 比如说 在领主制的情况下 他要保护农民 为什么保护农民 农民就是我的资源 死了之后 我就损失 我拆受损失了 他为什么后来 农民要造反 就是说 因为大一统之后 大一统 这个地质 开始之后 清晨化之后 天下都是皇帝的 那么官员呢 就是替皇帝打理 天下的 那么你的 就是农民也是皇帝的财产 但是不是官员的财产 那么官员 他就可以 完全不在乎农民的反应 他就可以横征爆裂 他就可以实行暴政 因为不是我的 这天下 这个农民 他不像领主 领主说 农民是我的资源 土地是我的资源 那既然是我的资源 我就不能下折腾 但是对官员来说 农民不是我的资源 土地也不是我的资源 我只是替皇帝来看这事 管这事 我会在乎什么 对不对 不是我的 所以呢 中国的农民造反 他基本上都是官逼民反 啊 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 兼并导致了 啊 导致了农民造反 啊 而是官逼民反 除了魏南朝之外 因为那时候是属于官僚 这个就属于贵族化的时期 就是他可以 他有点有近视于封建制了 啊 这个平常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这个兼并不会很厉害的 因为所有的 这个权力 就支援权力 都是在权力手里头 但是呢 皇帝不会让任何一个官员做大 江山是我的江山 你替我来干事 你是我的雇员 他不会让他做大 所以呢 其实土地兼并啊 主要是权力的兼并 如果权力兼并不可能 这个兼并就不可能持续下去 你像那个官员 你做再大 皇帝一纸命令就把你开了 何神你说那么那么有钱 到了嘉兴帝的时候 一纸命令就把你开了 你你兼并不了 你不可能兼并下去了 你参加也不能接得下去 因为什么呢 你的官员就是我皇帝的雇员 我雇你来帮我打理天下的 他不可能让官员做大 所以在 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是说 你官员贵州化时代 你才能做大 如果官员我皇帝比你 比你厉害的时候 他就不可能让官员做大 所以权力不可能导致 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所以呢 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起义 这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 所以说呢 实际上农民造反 都是官逼民反 为什么官会逼民反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民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如果民是我的 我就会珍惜 啊 就封建领主 那民是我的呀 那我我折腾完了之后 是我受损失 官是 我是 过路财神 我是替皇帝来打理的 那个民是你皇子资源 不是我的资源 我无所谓 对不对 我就可以 胡来 我不仅替皇帝去征安征税 而是替我捞好处 我的中华富贵 可能要高于朝鲜的利益 啊 官员就是这样 真正效忠朝鲜的其实不多 我们中国俗话讲 就是千里做官 知为柴 也就是说那官员实际上是 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利益 因为你是 你朝鲜的顾得我 我替你干 他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就不可能去 去真 去去去联系这个民众 干我屁事 你又不是我的 又不是我的财产 我凭什么联系你啊 所以他就可以胡来 所以基本上农民造反 都是官逼民反 啊 这个事呢 就说 你其实以前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奖励史之前 或者共产党奖励史之前 其实早就有定论 就是老不信都讲是官逼民反 没有一个人 没有谁说是地主来逼民反的 他有可能逼民反吗 你想想看 地主也是人 地主也是这个社会 这个中华社会的一员 他有他有必要逼民反吗 他有可能 无限制的兼并吗 不可能的 条件根本就不具备的 所以 真正造反的原因 就是官逼民反 所以我们 从那个四十年以后 长期研究农民战争 实际上都错了 因为 你是一个前提 你认为 官长认为 阶级斗争是 最主要的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的 阶级斗争 不是推动历史的一个根源 不是这样的 你那里 可以强调这个点 所以在你的前提之下研究 就没有这些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说 什么情况下 农民会造反 农民造反的机制是什么 对吧 这个问题 也是长期以来 我们都搞不清楚的 我们讲 我跟你讲 老是巴交的农民 他是不会造反的 你就说你是横着暴连 你让农民过不下去了 农民过不下去了 他的第一个 反应是什么 他是逃荒 我这活不下去了 我到别的地方就活 他逃荒 他绝对不是第一选 是造反 他逃荒 你就是说 你让我活不下去了 我第一个选择 也不是造反 我逃荒 我到别的地方活 我这地方 我当地活不下去 到别的地方活 对不对 大饥荒的时代 对不对 你像我们河南 那么多的仓库 有人抢吗 他们被饿死 就是你不让逃荒 你不让我逃荒 你把我管住了 看住了 那么你把我看住 你把我逃荒 怎么办呢 我第二个选择就饿死了 农民 第二个选择是饿死 我宁可饿死 我也不会去造反的 你想说 我没人想说 你都快饿死 你不是让他们抢仓库呢 大激光时代 有人抢仓库吗 就他不会做的 老实伴的农民 他是不会干这事的 就是第一个选择是逃荒 第二个选择是饿死 但是这其中有 如果有别的人掺和了 这个结果 他就不一样了 他不一样了 所以历次农民造反 农民起义 他必须有 其他的人做种子 震动 煽动农民造反的人 都不是农民 都不是农民 对吧 你就从刘邦开始 刘邦是农民 农民造反吧 刘邦是农民吗 刘邦是当时 当时是庆长 庆朝是庆长 后来又 就不当庆长了 他就当流氓了 这种人 才是农民造反的种子 这种人 是走南闯北 他是见识过的 你是流氓也好 你是忙流也好 反正他是见识过 他不是那种 安土种迁的农民 这些人 才可能造反 可能造反 对吧 这个 如果没有这样的种子 你包括农民 的大习 张献忠和李志强 都不是纯粹农民 他们都是流民 都是经常走南闯北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流氓 没有这些人 农民 纯粹的农民 是不可能造反的 这一点呢 我们是必须讲清楚的 就是我们中国农民 是很可怜的 就是刚才我讲过了 饿的 就是实在是饿的不行了 首先选择逃荒 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去 其实你不让我逃荒 我就选择死亡嘛 坐在家里就饿死了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流米 就不一样了 这些人是敢干的 他们的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观念就是 你让我饿死 咱们通过一劲 对不对 我鱼死网破 我鱼死网破 我鱼死被你打 我这个鱼 我鱼死被你捞上来 进到锅里头 我不如蹦一蹦 我蹦一蹦 说不定我就不进你的网了 对不对 哪怕我跟你通过一劲都可以 就流氓无产者的这个 这种理念就是这样的 我宁肯跟你通过一劲 但我不能让你让你负我 你不能让你欺负了我 只有这样理念的人 才可能把这个 这个造反鼓动起来 如果纯粹的农民 是不可能的 没有戏 你不是像 就是东汉的黄金 黄金就是奇 那都是什么呢 民间宗教的头子 民间宗教头子是流敏啊 对不对 就这些人 这些人 他自己有一套想法 而且还能把人聋起来 这些人才可能真的去造反 他们才是农民起的种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其实没有纯粹农民起 农民起不了意 流民 流氓无产者 才可能真的造反 真的喝出来 因为流氓无产者 他对于这个日常的道德 日常的伦理 他是不在乎的 他是不在乎的 他可以喝出来 我根本不在乎 你皇帝怎么样 我喝出来 所以说 像这个项羽和刘邦 就是秦始皇南巡的时候 就是巡游天象的时候 他们都看见了 项羽说 看了这个秦始皇说 彼可取而代之 刘邦说 大丈夫当如誓言 就是他们 你要是讲农 纯粹农民 他是有一种 这个非常不可 就于不可及的这种 这种效忠观念 但是流氓无产者 没有这个观念 你能当皇帝 我为什么不能当 啊 王侯将相 也有总乎 陈胜吴广 也是流氓无神 就是这帮人 敢玩命 他没有这种 道德的约束 没有规矩的约束 所以 他们就没有这些障碍 你能当皇帝 我评论不能当 对不对 来吧 于是网破 反正我就这样 原来我也没有啥 没有啥玩意 刘邦 当年他吃饭都困难 他经常是趁他们家 他大哥 负责钱 经常是 胡门狗友 早上跑大哥家吃饭 所以嫂子很生气 嫂子就 你来吃饭 我就挂锅 挂锅底 让人感觉说 我们家没 挂锅底 你就证明你家没粮食了吗 所以就 扫 扫这个刘邦的面子 刘邦当年 他就不可能 就是 他就不会 他爹就骂了 说你不会自生吗 就是你不会自产业 你不会好好过日子 不会好好过日子 后来刘邦当皇帝之后 他把他爹倒去说 你这回你老说 我不会过日子 不会自家 你看我这家子的 其他人是我的 他跟他爹这么说 但当年 他就越来越来越不越自生 不越自生 那么 你不会自生 你不会过日子 就意味着你呢 你什么都会喝出来 你能喝得出来 反正我 他们啥也 啥也不是 我 我就造反了 我丢掉了 脖子的脑袋 如果我得到 就是天下 这流氓无产者 就是这种观念 所以他们 才可能 是造反的种子 所以我跟你们讲啊 就没有真正的 纯粹农民的起义 都是这种流氓无产者 才能够 造反 就是他们才是造反的种子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长期研究农民起义 连造反的机制都没搞明白 为什么会造反 对吧 这一点 我们要搞清楚 这是很明白 现在看来我其实 这是 由我看来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长期研究这个东西的 其实始终都不明白 老是讲 老是讲这个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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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怎么样 农民怎么样 那是农民吗 有几个造反头子是农民的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事 就这第二点的问题 就说 农民造反的机制 它必须有种子 总之就是流氓无产者 如果没有这些人 就什么 他就 他没有规矩 没有操作 没有道德 他们才敢何处来干 只要条件成熟 他就可以居小三林 他就可以拉出一大帮人来干你玩 但是他随时可以归顺朝廷 你说哪个农民造反 他没有受过朝廷呢 对不对 你像黄超 黄超 起义 他受过朝廷的 林生的张献忠 是受过朝廷的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理念 什么对我有利 我就干什么 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 所谓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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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会死忠 死忠不语 死忠不语 但是对于这些流氓 我甚至乱说 没有这回事 有奶便是娘 只要 我成 我搞成了 什么手段我都可以使 这就是说他们能够 他们能够闹起来 闹起来的原因 然后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 另一次农民起义都讲军贫腹 都是军贫腹 所以这个 我要替老虎大众去争取利益 要军贫腹的 啊 军贫腹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 历史农民造反 军贫腹 这是一个口号而已 从来没有过 真正的军贫腹 那些造反的头子 他都是想 我来取代 现在的富人 和现在的贵人 啊 没有谁真正的军贫腹的 我就是开场集民 我也只是有手段 我就拉更多的人 跟我造反而已 真正 所有农民起义的领袖 都对 都是 腰缠万贯 都是妻妾成群 他们根本就没真的 想过军贫腹 我只是想我自己发财 这是流氓无产者的本性 所谓的军贫腹 就是一个口号 就号召广大农民 加入我队伍的口号 我是一个 那是一个动员机制 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军贫腹 从来就没有过 任何农民倒反者 他只是为自己牟利 所有人不都是这样吗 张献忠的财产 不是后来不是在江里头被发现了吗 最近被发现了吗 张献忠为什么 那么多财产就丢到江里头了 他分给老百姓了吗 没有分啊 我造反为什么 我造反就是为了我自己发财啊 我自己当皇帝啊 谁会振居贫腹啊 谁会把这个财产都分给老百姓啊 不可能的 因为当家的是流氓无产者 他们根本不在乎农民的利益 根本不在乎农民的生命 你就是炮灰 所以农民造反的队伍 他其实根本 他比那个朝廷还超淡 就是你所有人参加我的人 你就是炮灰 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性命啊 啊 你死多少 你都是我的炮灰 你是为我服务的 为服务的 所以这个农民造反 就是实际上呢 说两句话啊 这个农民造反 起来之后 他们对老百姓 还不如原来的朝廷好 但是由于这个朝廷呢 这个朝廷 这个搞得不好 如果朝廷搞得好 农民造反没有机会 在流氓上没有机会 朝廷都搞不好 为什么搞不好 就刚才我讲的是 这个地质国家 这个官员 他是不会爱惜名利的 因为我实际统治你 但是我又觉得 我是个代理人 我又不是说 这个东西是我的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嘛 只有是我的东西 我才会爱惜 官员不会爱惜的 因为不是我的东西 皇爷的 所以 必然 任何一个王朝 都会导致 他的统治机器 腐朽 导致官邸米粉 所以 就是 这些都给流氓不善者 提供了机会 啊 都给提供了机会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 这流氓不善者就会起来 那流氓不善者 他只是打的旗号 就打的旗号是居民负 啊 好像就是我们吃 吃大锅饭 吃大户 吃大户 其实根本 大户都被这个 造反的头领 给享受了 没有一个造反头领 不会讲究享受的 啊 他们都是 就是说 我哪怕 我反对官僚 我反对皇帝 我反对富人 他们的想法就是 我变成富人 我变成官僚 我变成皇帝 他们不可能 真正替农民着想的 不可能的 你想都不要想 你想都不要想 他们只是想自己 自己的家族的 荣华富贵 这才是合乎人性的逻辑 阿弗逻辑 所以说呢 所谓的君贫富 都是扯淡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 没有过谁 会真的君贫富 所有人 这农民造反者 他领袖 都是往自己兜里揣钱 往自己家里抢女人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对吧 这是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就是我们过去长期美化农民造反 农民起义 他把我们把农民起义 视为一种正义的化身 毛老董讲了 说唯有这种农民战争 农民起义 才是推动历史的 这种动力 这扯淡 历史推动 从来不是这种农民造反 农民造反 只会破坏 他只会破坏 就每一次农民造反 每一次朝代更替 都是带来的巨大破坏 这个巨大的破坏 巨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人死大半 大半不是说百分之五十 是百分之七十 是八十 一定是人死大半 只要农民造反起来以后 人死大半 你不要指望农民造反的队伍 会联系老百姓 我跟你说 即使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 包括起义的士兵 他们都不会在乎自己的老百 自己的原来的同胞 不会在乎他 他们杀起自己的相信来说 一点都不客气 一点都不客气 他不会 就是天下穷人 联系穷人 根本就没这回事 天下穷人 敌视穷人 才是一个客观规律 所以你说 你就别想指望说 他真的去亏 跟老百姓 为老百姓做事 不要指望农民造反的队伍 他会纪律很好 啊 他 你像我们最近的台北京国的造反 他的杀戮绝对比清政府的军队还厉害 我最近讲的死杀令 台北京国 那杀老百姓呢 简直是 那 毫无故技 乱杀 滥杀 还有那时候 他是 还有 随便是到东 到那个台北京国的领域里头 他们本来是想争取 因为 台北京国是那种 他貌似他 信基督教的嘛 那 崔强盛觉得 可以争取啊 结果他们到了 到了台北京国区域之后 发现他们实在是 像恶魔一样组治者 他根本不联系老百姓 而且是 他的杀戮比这个 朝廷还厉害 啊 他厉害 朝廷还有规矩 还有底线 农民造反的队伍 是既没有规矩 也没有底线 啊 也没有底线 所以说 说我们过去 无条件的歌颂农民造反 实际是不对的 这不合乎客观规律 不是客观事实 啊 大家不要发气啊 大家不要发气啊 呃 待一会儿我 我 我这个讲完了之后 你们再 咱们重复讨论 但是你 我讲的过程中 你不要 不要不要去 不要插话 不要发贴 我刚才我已经讲了啊 大家还注意点 注意点啊 啊 也就是说我们 无条件歌颂农民起义 农民造反 好像农民 农民 你像那个 姚雪爷写的那个 那个李立成 胡说八道嘛 李立成的队伍囊那么好啊 李立成队伍 李立成队伍就不欺负 他本性啊 一样欺负 一样的抢男霸女 你不要认为 哎呀 你不要认为 他就说这个 而且这个 这个纪律不好的时候啊 青春会 怎么说呢 到了这个 非常令人发指的 这个地步 就是说农民造反队伍啊 就比如说 他被祸害了嘛 把这个地步祸害了之后 农民没法继续生活了 就是 生产力 基本的生产力 会被破坏了 生产力破坏之后 你就不可能生产 不可能有生产了 不可能有产出了嘛 对吧 就是 简单来说 你就没有粮食了嘛 但农民造反队伍 他给什么 他给杀人当粮 杀人当粮 从那个 西汉的那个 那个 刺眉铜马 那个 农民造反队伍 就这样 杀人当粮 啊 没有粮食怎么办呢 杀人啊 把你这煮的肉给你吃了 然后呢 多余的怎么办呢 三十五干 三十五干 我就当 当这个储存了 把你三十五干 然后我就吃 吃了肉干 为什么 张献忠 到了四川 他建立了大西政权 他最后 他最后能够 把四川 人杀光了 为什么要杀光 那你说 人杀光了之后 你这还 你这就还能维持吗 他就 亂杀 就是因为 他的几率太不好了 生产无法维持 没有粮食 怎么办 杀人当粮食 对吧 杀 你是粮食了 当然我要杀你了 对不对 我吃完人 钱的吃人 吃完了 我还要继续杀 继续杀 因为没有粮食啊 你人就是粮食啊 就我的军粮啊 所以他一路杀过来 就是你很奇怪 你都建立大西政权了 你都当皇帝了 你怎么把你的臣民都杀了 臣民杀了以后 你还 你还能维持吗 对不对 你没有臣民了 你怎么叫 怎么叫皇帝呢 但是 他就这样 为什么呢 农民起的对我记得都不好 就我跟你讲过的 无论是流氓无产者 还是农民 他对于自己人 他都不会很当回事的 就是农民 不会把农民当回事 流氓无产者 更不把农民当回事 就是他没有把 他没有可能把你当回事 你在他原理上就是吵戒 如果我没有粮食 你就是粮食 你就是粮食 我就可以吃你 我就吃你 我在读历史的时候 我就特别痛心的 就是这一点 中国历史非常 有非常残忍的一面 非常残忍的一面 我们基本都不愿意讲 就是人吃人的一面 我看到以后 我就觉得 我们历史实在讲 是有问题的 你老粉饰 你没有把这个人性的 残忍的一面 说清楚 说清楚呢 人 残忍起来 比任何动物都残忍 你说狼残忍吧 狼不会吃自己的同类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狼吃狼了 他不会 但人吃人 在我们的历史上 是常见的现象 常见的现象 就是 就是说 你这位人类 有些时候 你都不如动物 真的如此 你到今天 其实还有这种现象 对不对 前段时间发生的 对吧 一个孩子被精神病人 给活活整死 旁边人就 没有人想起 说你 你给我来一下 但是在动物里头 就是不可能的 动物里头 它都会有一个 群体的这种互助 但是我们 作为人类 作为万物之灵 是最聪明的 灵长类的 这种铺路动物 我们恰恰是 不能做到这点 你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是人 你这个人 有一些 做人性中的 根本弱点 非常深刻的 根本弱点 你会 你会 你的行为 会跟这个 人类的 基本的目标 相抵触 相抵触 啊 你就 不会 因为任何动物 都 都有一个本能 就是我让 我的种群 发扬光大 我为了 种群的发扬光大 我可以形成自己 但恰恰人类 很少会做到这点 因为你 因为你有想法了 因为你是人了 你有社会性了 你就不一样了 你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就会做出一些 非常违反 人类的 基本的自然属性的行为 我 提到讲 说你可以 因为 因为动物不会自己 吃自己的同类 但是人会吃 因为 你想你人吃人了 你想 你的种群 你的种群就有问题了 因为 因为动物来讲 它是要把这种群 翻过大的 越翻越多的 那你人吃人了 那你就等于说 你这个 你就这么毁灭嘛 都毁灭 所以呢 每次农民造反呢 中国人口都会大减 人死大半 就是 你一帮人类出来以后 戛害自己的人类 这是很正常的 这种 说良心话 你也就是 人类自己会干这种臭事 你 你无论是做狗 做牛 做马 你都不会干这种臭事 人类 万物之灵 他会干这种臭事 他是按 那么 人类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呢 就是同类的人 同样的人 看不起同样的人 我们过去老讲说天下穷人 是一家 天下穷人 心连心 错 恰恰恰是穷人 看不起穷人 同类人 看不起同类人 穷人看得起的谁 是富人 是贵人 他恰恰看不起穷人 这就是为什么 农民造反 他总会戛害同类 所以我们过去的美化 都是错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来 对于这些农民造反 对不对 他对于跟自己同样的 这个老百姓 他是不会联系的 他根本不会联系 什么时候会有联系之心 就是你高阶上了 你是 你是上流社会的人中 你才会产生对下流社会 下上社会的同心心 联系心 但是相反 同样的是下层社会的这种造反者 他恰恰没有这个联系心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这种现象 但是实际上是合乎人性 合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这个 再一个 我们讲 再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说 农民造反是如何能够 什么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尝试 我们看历史上很多农民造反 但是成事的很少 所以就只有两种事 两种事 两个 其实成功者只有两个 一个是刘邦 一个是朱元璋 啊 剩下的都没成事 成不了事 他为什么成不了事 就是我 我有一个观点 我认为 这个农民造反 他不是成功历史的动力 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创造历史 创造历史的就是精英 受精英 无论从思想的创造 还是具体的 就是比如说 某一种公义的改进 都是精英 来实现的 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讲的臃众 就是活着而已 历史的创造者就是精英 农民造反 能够成事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呢 就是说 他都很及时的 容纳了 当时的社会精英 你说创造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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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成事 就是他 大量的吸收了 当时的社会精英 无论是韩信 萧和 还是张良 都是跟他不一样的人 都不是创造 创造 这种底层人士 但是他能够吸收 大量的吸收这样的人 你来为我冲锋划车 你来替我打仗 对吧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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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后勤 但是 萧和会 但是 你就说 虽然你们都比我强 但是 你们都 都为我所用啊 所以创造 创造 成事 项羽为什么失败 项羽就是 没有能够 把这些社会精英 拢他的名下 就是 就是一个范争 他还不能用 那你肯定失败了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农民 你可能 没了 没有那两价格 但是 你要想成功 你必须跟社会精英 结合 徐元璋也如此 对不对 那么多农民账本 对吧 徐周辉啊 张世成啊 为什么他们出事 就他当时是 最大限度的 把那个 吴帝 社会精英都 都搂拢了 无论是刘伯温啊 朱生啊 他都 都拢他们的下 就是说 你的农民造反 如果你不跟精英 合作 你就一事无成 说农民造反 能够成事的 前提条件 就是说 你跟社会精英 要达成一种 合作的关系 台湾建国 把这个清朝天下 都搅了 大办了 他为什么 没有成功啊 就是 没有正经的精英 跟他合作 他也开课取试 但是没有正经的 就是 斯大夫 取采考试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你这个洪璇 太自以为是 你呢 你是冒失信仰基础教 你对中国传统 进行了全面的抛弃 你连孔夫子都不在乎了 他居然编了故事 说孔夫子被上帝呢 啊 编达 这个啊 就这一点啊 他就没法争得 这种斯大夫的心 因为斯大夫说 我皇帝可以换 我可以不容于皇帝 但是 你不能 你不能对我们的 孔夫子有非议 为什么呢 我安身立命的学问 就是以儒家 作为基础的 你连我孔夫子都贬斥了 你让我 你让我如何会归顺你 对不对 我之所以成为社会精英 我之所以被成为士绅 被人尊重 我不就是孔家的学问做得好吗 你把我连根都拔起了 我怎么会归顺你 我怎么会跟你 掺和 所以太平天国是闹得很大 没有正经版本的斯大夫参与 那斯大夫去哪了呢 去乡军 去怀军了 因为 你 你 你说你推翻满清 我无所谓 给他活泪 无所谓 但是 你必须尊重我的学问 你必须尊重我的圣人 啊 这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全题 所以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呢 其实他没有赢得斯大夫的合作 他没有争得 当时社会精英的合作 他必然失败 道理啊 很简单 就说 你农民造反一下成功 你如果都是农民 哪怕你还有流民 你流氓无参者 都成功不了 为什么 我们讲了 历史 是精英创造的 不是草芒创造的 你草芒 你造反 本身就是逆 你不会导致社会 进墓的 你无非改善换代 但改善换代 你想成事 你必须跟精英合作 为什么呢 这个精英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的 智慧和知识 什么叫精英 就是体现了时代的智慧和知识的人 就叫精英 如果你不争得这帮人的同意 不争得没有这帮人相助你 你造反就只能失败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农民起义都不能成功 只有刘邦和朱元璋成功了 就是刘邦和朱元璋成功的 跟知识精英 达成了一种共盟的关系 当然 后来也有变化 总的来说 他至少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尊重的知识精英 其实我讲的说 这个历史的从而走 是精英 不是大众 大众再多 我们过去讲说 三个臭皮匠能得生于朱不量 这是扯淡 别说你三个臭皮匠 你三万个臭皮匠 都抵达着朱不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不是贬及老百姓 因为老百姓多数的人 99%都是活着而已 他就是活着 他没有什么想法 他也没什么创意 我就是想活着而已 我堵个嘴 对不对 我找个媳妇 全身接代 没有什么想法 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说历史呢 我告诉你 怎么说历史呢 怎么说啊 那错到不了 那么就是历史的领衔者 他的弄朝儿 就是知识精英 啊知识精英 那如果说你 你是农民杖反 农民杖反 其实就本身 就是一条有点动的事 两成事 对不对 你就得跟知识精英合作 你要不合作 你就根本就没有戏的 没有戏的 闹再大都是谈光一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长时间 农民造反 那么多次农民造反 成事就只有这么两次 多数都失败了 他只是给那些 另外的精英们 创造机会了 对不对 你给我创造机会了 然后我来摘桃子 天下就是 你得给他换代 实际上就是 有一帮的精英 取代另一帮精英 没你农民什么事 没你什么事 如果农民想要的 就是赵反 想出现气候 你必须得 跟知识精英合作 对我们讲啊 就是 我们讲说 实际上现在 到目前为止的 关于农民战争的 所有的考察 就没有解决一个 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就是 因为什么 为什么呢 它是建立在一种 虚假的历史观上 首先认为 人民群众就是 特别了不起的 由人民群众 搞起这个农民起义 就是 推动历史的根本动力 大错 前提就错了 我们讲说 历史是人的历史 如果你不洞察人性 你不把人性搞清楚 这历史是讲不清楚的 人性是什么 精英有人性 草根也有人性 所有人性都有 都有什么呢 人性就是 人性就是什么呢 有根本弱点的 它有 它有缺点的 有自己自明弱点的 它的表现 它是人性 你不要讲人性 它们怎么牛逼 那是不对的 其实人性 最大的问题是弱点 不可克服的弱点 精英也好 草根也好 它都有这样的弱点 如果我们不真正的去考察 这个历史上的人性 人性弱点 不考察 人性 人性弱点 我们就不可能把历史讲清楚 因为 没有人哪有历史啊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啊 就是一个一个的人 他们的活动 他们的人性 他们的心理活动 都 都 才可能 你把它搞清楚了 你才可能把历史讲清楚 就是 真正的 把历史讲清楚的人 就是能够痛 能够洞察 人性的人 你才有可能 真正的把历史讲清楚 啊 我们过去 历史为什么讲不清楚 他说见物不见人 他把人他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很极细的人性 或者极细的根本就不是人性 那么当然 显然你就讲不清楚了 啊 也不是说 那无论是 草根 流氓过善者 无论是知识精英 无论是一般的农民 你都能想清楚 他人性是怎么样 你洞察人性之后呢 你才能够把历史讲清楚 所以今天 我自己啊 就是讨论历史的时候 我首先是看人 我认为必须把人讲清楚了 历史上讲清楚 所以这就是我的历史观 啊 今天我之所以给你们大家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问题 说我们 我们必须的讲 我们必须把历史讲清楚 如果我们不讲人 不讲人性 这个事情就历史讲不清楚 啊 所以今天呢 我给你们讲的这 这番话 就是这个意思 啊 呃 谢谢大家 能够听完 谢谢 谢谢